看过内娱女主和男主爸爸 才发现TVB剧里的女性 才是真正的大女主 当内娱女主被问有没有男朋友 她表示十年没见过雄性 也得硬着头皮说有 当别人和她炫耀男朋友 她又直接拿出 暧昧对象的霸总身份碾压群芳 而与之相反 港剧女主角不会把男性 当成自己的护盾 正如《新闻女王》里的女性那样清醒 比如大主博文慧心会提醒女下属 当女人失去嫁值后 在男人眼里就不是宝贝了 面对被账户暴力对待的新闺蜜 她也会直接痛点 狠狠骂醒对方 你宁愿用一只戴着三卡戒指的手去盲眼里 都不宁愿用一只伤痕 去证实你反抗过 争取过 那你就是懦弱 再比如 当女记者被男友追问 工作和爱情哪个更重要 她直接反问 然后抱着电脑潇洒离开 当女同事看上了自己的男人 女记者又直接给她出谋划策 骂人都不带当字的 对她有兴趣 就自己没人计她 如果有本事的话 可以说短短一句台词 讽刺意味直接拉满 但其实早在25年前 港剧就已经树立起了 清醒独立的女性角色 在他们眼里 男人不是必须贫 女人不一定非要结婚 没有男人是真的不用比的 还有中嘉欣怒对男友的经典片段 如今看到还是很上头 当前男友自信发问 是不是后悔分手时 她直接原地爆炸 骂得对方狗血淋头 你知道吗 你心理上是一个男人 不过你心理上 咽了 当前男友装富二代被拆穿时 她又瞬间恢复理智 骂得对方哑口无言 当对方还在给自己画大饼 说30岁是男人的黄金妻 她立马原地爆炸 对得有平有据 可以说这种超前的女性意识 绝对够内于学生个几年了 要知道 TVB成立56年来 塑造出了一批又一批 有力量的女性角色 从古到今各行各业 都有着清醒独立的大女主形象 但到了内于 萱萱也得去挖野菜 可见这种女性意识觉醒的程度 高下立盘 所以内于醒醒吧 总是拍些无脑的偶像剧 迟早会被观众的脱抹性子淹死的 从来宝贝 我现在就算是